台灣國際熱氣球江連華邁向第13年 今年台東特別迎來一顆全新造型球Q版的媽祖造型球 而且手自亮相 同時還邀請來自全國20多間公廟代表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現場猶如是小型的熱氣球江連華 提前為今年夏天的國際熱氣球活動來暖場 在工作人員合力下媽祖造型球緩緩升起 一身大紅神衣面目慈祥 頭上珠蓮隨風擺動生動又祥瑞 台灣國際熱氣球江連華邁向第13年 台東特別迎來一顆全新造型球Q版媽祖造型球 並在今天陸野高台舉辦首次亮相記者會 台東天后宮是台東最古老的廟宇之一 也是東部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媽祖廟之一 而兩年前台東縣政府與台東天后宮合作製作媽祖造型熱氣球 今年3月也一同遠赴西班牙進行熱氣球查驗 5月熱氣球順利抵達台東 第一的一顆媽祖球能夠在陸野高台順利升空 那也非常感謝台東天后宮 在這一路的期間協助我們也在跟我們現政府到西班牙去把媽祖球借回來 非常感謝天后宮今天的感覺非常激動 也希望我們媽祖能夠保佑台灣年年風調與順國台民安 而現場也邀請來自全國20多間宮廟代表見證歷史的一刻 現場除了首度展出媽祖造型熱氣球 也安排了三顆標準型的熱氣球展演 猶如小型熱氣球加年華 這一次再結合文化元素打造全球獨有的Q版媽祖造型熱氣球 展現台灣國際熱氣球加年華的特有魅力 而台灣國際熱氣球加年華將在6月30號到8月28號 共60天在六月高台登場 就盤罪路也相報道 好